脊髓损伤个案身体活动受限制 但也能活出价值 所以每个月去的话就跟他鼓励 这位案主他也有感受得到 他的生命也可以去走路别人的生命 去帮助别人 因缘到了何师兄就出现了 真的是何师兄照顾我很多 对个案来说何金龙像是贵人 而引领他进入慈祭的贵人是母亲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 在医院的病床旁边 对有一些师兄师姐 穿着那个制服很庄严 去床边跟妈妈复位 那我觉得说陌生人竟然能够这样做 母亲长期协助志工林耀奇收工的款 这工作在母亲病逝后落到他的手上 妹妹跟弟弟就说叫金龙来接 他还是接受 想说妈妈的工作儿子来接 让我替他妈妈成为正式的直居志工 他退休后全心投入慈祭 随时随地要有这个心理 我就是想要布施 我从小就蛮内向的 当然进入慈祭的话 因为妈妈的姻缘 让我接触到不同的面向 从社区到环保都有他的身影 接替母亲做慈祭 他加倍付出 也珍惜母亲送给他最后的礼物 大约新闻正式上面志工高雄综合报道 再次